好,新年! 新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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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院李燕修与台北市议员游淑慧、李明贤等人 轮流担任颁奖人 并开心地与邻居奖学金的小朋友合照 这里是内湖区周美里奖学金颁发现场 从国小到博士生共有428位学生受惠 发起这项活动的周美里里长邱莉林希望 能借此鼓励里内学子勤奋向学 我们的教育以往 中式子重是我们前面的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可是中等生往往是被忽略的 但是往往这些中等生就是我们社会的中间 这些孩子就是我们需要鼓励的 同时他们在未来也是扮演着非常 国家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我们这个奖学金的设置 能够呢帮助我们的孩子们在学习的路上 得到人家的肯定 得到我们这个社区大家的肯定 当然呢他的学习呢就会更有效果 迈入第六届的这项公益活动 也获得许多企业团体 与民意代表的支持及肯定 出钱出力期盼能继续办下去 连续六年里长募集了里里面的所有的资源 无论是厂商、三星人士、地方人士 还有土地公庙所举办的这个讲述决心 那每一年来参加的也越来越多 其实就是希望让整个中美里读书的风气也好 家长感受到地方的鼓励 那也让我们整个中美里 我们台美国小 包括有一部分在松山国小 那个读书的风气越来越好 感受到长辈们的重视 那也谢谢地方所有的三星人士 出钱出力 更感谢里长以及所有的志工 帮助了很多小朋友在教育方面 特别是在中美里很多比较弱势的一个家庭 透过这个奖助学金 可以照亮所有的社会基层 我觉得第一个里长是台北市最棒的里长 而且可以让中美里的精神可以发扬 我觉得可以结合教育 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统 而且延续六年非常不容易 希望可以延续下去 不过还是期待更多的社会 还有包括企业可以加进来 可以让这个活动颁助奖学金 可以受益更多人 当地台美国小校长 更对里长的用心表示感谢 非常感谢这个邱里长 每年都这么热心来办理这个活动 我觉得这对孩子有很大的激励作用 尤其对我们当地的小孩子 那邱里长一直都非常热心我 也关心我们学校的孩子 那我在这边代表台美国小 谢谢邱里长的热心 相信这样子的一个奖励制度 对孩子来讲 有很大的莫大的一个激励作用 得奖同学中以这一对 就读国际学校的灵性姐妹花最为特别 她们不但将奖学金 回捐给里内洛氏族群 甚至在繁忙的科业中 还抽空每周六担任社区英语讲师 义务教小朋友在此进修与长者英语 教学乡长也让姐妹们觉得收获很多 那这个英语绘画班也让我学到很多 由于我的学员们都是一些年纪比我还要大的长辈们 所以我就要去思考应该要怎么调整自己的教学方式 来让他们比较好了解我的上课内容 或者是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方法 来鼓励他们用英语开口 尽管科研繁忙 我仍然会花很多心思和心力 去投入每一次的志工教学 这个对我培养负责任的态度影响很大 因为我会很认真地去看待每一次的教学 在这里我想要呼吁大家跟我一样有热情 愿意投入社区服务的你 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 Teach more learn more 你教导别人 你自己也可以学到很多 姐妹俩的善心让看着他们长大的里长邱莉林相当感动 我们有两个孩子就在我们社区 他们是在国际学校就读 然后他们把礼拜六最珍贵的时间提供出来 来指导我们社区英文的教授 非常难得 一个是指导英文绘画就是在职青年 一个班就是初阶班有小朋友 也有我们年长师学的长辈们 是非常棒 由于姐姐林瑞玲已经申请到加拿大的学校 即将出国留学 姐妹俩也期盼能有社区的青年朋友 接续他们的社区英语教学服务工作 让周美里的善不断循环 记者张琪辰台北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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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